这是十分诡异的一幕,一个小孩站在椅子上,而身上却死死地挖着一个棺材。 这棺材里面究竟是谁?一个小小的孩子又为何会有如此充沛的感情? 作为成年人对于生死二字虽然依旧不能以平常心看待,但是起码能理解其中的含义。 但是对于小孩而言,生死二字太过于遥远,他们很难理解这其中的无奈和悲伤,甚至还会做出一些让人感到心酸又深觉同真的举动。 这张小孩趴在棺材上的照片在网络上掀起了很大的轰动,无数人纷纷为小孩的举动落泪,但也开始责怪他的家人。 原来棺材中静静躺着的女子是小孩的妈妈,她由于生二胎难产而过世了。 在妈妈还没有怀二胎之前,她全身心在小孩身上,每天照顾小孩的起居,陪她玩耍,亲子之间的感情十分好。 直到那天,见家里人都看着一个管子高兴,小孩却很疑惑。 那是什么?不过没一会儿,妈妈就跑过来抱住她说道,你想要一个弟弟还是一个妹妹呀? 男孩似懂非懂的说,要妹妹,虽然她还不懂究竟发生了什么,但是看着全家人对妈妈小心翼翼的样子,她也开始照顾起了妈妈。 每次从幼儿园回来,她都会乖乖地坐在一边给妈妈剥水果吃,妈妈也会在有精神的时候陪她看绘本。 不过随着妈妈的肚子一天天变大,家里人开始让她尽量少靠近妈妈。 为了妈妈好,她便每天只是远远地朝着妈妈打招呼。 终于那天,她回到家没有看到妈妈,而紧接着外婆便带着她去了医院,看着爸爸在手术室门口徘徊的样子,小小的她心中竟也泛起了一丝恐惧。 几个小时过后,医生推着妈妈出来了,只是白床单上面的妈妈一动也不动。 爸爸和外婆都趴在妈妈身上哭泣,年幼的她不知道该怎么办。 几天后,家人们把妈妈放进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大箱子里,小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只是这次家人没有阻止她靠近。 所以她搬过来一个小板凳,就那样静静地守护在妈妈身边。 她时不时地就跟妈妈说话,还会给妈妈唱歌,可是妈妈一次都没有回应过她。 她觉得很奇怪,最后终究忍不住趴上棺材上嚎啕大哭。 外婆看到这个场景十分心酸,便拍下来传到了社交平台上。 这样一个动人的场景很快就引起了大家的共鸣。 但也有人开始建议外婆可以将妈妈已经去世的消息小心地告诉小孩。 只有懂得才会理解,才不会那么伤心。 如今这个小孩已经从悲伤中走了出来,但是那份对母亲真挚的感情却永远地感动,鼓舞着我们。 有人说,这样的感情就算存在,也是在一些大一些的孩子身上,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对家人的感知。 但血浓于水这句名言,从古至今,其实还是有些道理的。 血缘之间本能的联系,能够让一个还没有对世界有任何感知的小婴儿,也能体会到亲人的爱之切。 一个小婴儿的母亲在身体极度不好的情况下生下了小宝宝,但是自己的身体也因为这次生育一落千丈,没有多久就去世了。 家里人在给这位伟大的母亲办理丧事的时候,小婴儿不住地哭闹,最后没有办法,家人就请来了一个保姆暂时照顾小婴儿。 可是无论保姆怎么哄,小宝宝就是一直哭个不停。 没有办法,最后孩子的爸爸忽然想到了一个主意,他给保姆听了一下宝宝的妈妈在世时尝给宝宝唱的一首童谣。 保姆学会了一会儿,便抱着宝宝一边摇晃着身体,一边唱着歌谣,接下来神奇的一幕发生了,小宝宝在这样的歌声中渐渐的平静了下来。 终于大家都有精力去忙碌丧事了,那天将女子拖出去火花之后,他们来到了墓地跟女子做最后的告别。 一路上宝宝看着外面新奇的世界十分高兴,笑颜不止。 看到这里,保姆在这样悲伤的氛围之下,不禁地唱起了女主人生前常常唱的歌谣。 他抱着宝宝轻轻地摇晃着,看着墓碑上的照片轻轻哼着,可就在这时,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 宝宝从前听到这首歌变得十分安静,开心,但此时他嘴角的笑容渐渐消失,最后眼中居然泛起了泪光, 似乎知道自己的妈妈已经离开了。 看着宝宝的神情,那样悲伤又克制的眼泪,在场的人无不震惊。 这或许就是亲情的力量吧,在那一刻,宝宝一定什么都知道了。 但是看着那倔强的小眼神,大家都相信,他未来一定会是一个坚强的人。 对于这些早早失去母亲的孩子而言,他们一生最渴望的东西或许就是母亲的怀抱了。 在一家餐厅里曾发生过这样一个感人的场景。 一个男孩跟自己的同学正在一家餐厅里吃饭,当他们起身路过一个桌子时,男孩突然定住不动了。 看到他奇怪的举动,同伴也停了下来,发现他正盯着这一桌一个正低头吃饭的阿姨。 阿姨也感到十分疑惑,出声询问,男孩这才反应过来连言道歉。 随后他告诉阿姨,刚刚走神是因为他长得实在是太像自己的妈妈。 阿姨一下子就愣住了,有些尴尬的笑道,那是有缘分啊。 就在这时,男孩的下一句话差点没吓到阿姨,他表示自己的妈妈在三年前就已经去世了。 一般人听到这话估计要气死,但是阿姨并未难为小伙子。 或许是看到阿姨如此和蔼,小伙子思考了一会儿,又走上前去,有些难为情的开口说道, 阿姨,您能给我一个拥抱吗?我好想妈妈。 阿姨再一次愣住了,这样的要求还是第一次见。 本想着有些不好意思要拒绝,可是当他看到男孩眼中闪烁的泪光之时,终于叹了一口气,随后给了男孩一个拥抱。 在那温暖的拥抱之中,男孩再也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情感,嚎啕大哭了出来。 他哭着说道,我好想你啊妈妈。 阿姨听到这话,也被小男孩对母亲的爱所感动。 他一边拍打着男孩的背,一边轻轻安慰道,没关系,以后阿姨就是你的妈妈。 就这样,一张相似的脸庞诞生了一场奇妙的缘分。 这其中的男孩对母亲的爱,也有阿姨对男孩关怀和感动。 世界无常,我们常常会抱怨自己的父母不好,但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甚至没有机会去抱怨。 他们这一生的遗憾,或许就是没能跟父母好好地吵一架,所以请珍惜父母健健康康在我们身边的机会吧。 多花一些时间去陪伴他们,多对他们一些包容之心,人生没有重来的机会,爱也没有。 最后,希望大家都带着这份感动在未来的生活中走得更远,更坚定。 以衷心的祝愿,天下的每一个父母都能健健康康,长命百岁,享尽。